之后过了半年左右 我经过朋友认识了我前夫 我感觉已经到一定年龄了 我想要有一个安稳的家了 跟那个男孩也蛮聊得来的 最后不到一年的时候 我们俩就领证结婚了 结了婚以后 我才发现那个男孩 是个游手好闲 特别不顾家的一个人 我生完孩子以后 孩子没有奶粉了 他也不会想办法出去挣 只是每天顾着自己 吃喝玩乐 我感觉这种日子 我真的忍不可忍 孩子在十月大的时候 我就果断地跟他离婚了 那是哪年的事 16年的事情了 离完婚以后 我就自己边照顾孩子 边照顾家庭 然后我母亲帮我带孩子 我母亲可能当时 以前的身体就不算太好 那加上给我带孩子 比较劳累呢 需要做一个大手术 当时我就感觉 有点力不从心了 感觉特别难 我生活就是 我感觉生活 没给过我一个好的事情 就一路走过来 我感觉我为什么 应该这么苦呢 但是我也一直在挺着 最后我不知道他从哪里 听来消息 知道我又离婚了 然后又跟我联系了 不是 你们俩 再相逢是在哪年啊 去年 去年见的面 那怎么这么快 就把结婚证领了呢 因为本身我确实是 喜欢他老是想的吧 去年白粉吧 他母亲在做手术 我也是从旁边 知道这个消息了 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我想找你了 因为我也是 当时他跟我联系完以后 我就感觉 可能也是心软嘛 然后他就上来找我了 找我了以后呢 他就对我母亲的照顾 对我孩子都特别特别好 我特别感动 然后他也跟我提 结婚的事情了 然后我们就年初把证领了 这不就算修成正果了吗 这不是情好吗 波波折折 十年感情 原本我以为说 结婚婚了 我俩的日子应该好了 对对对 可是呢 他老是在胡子乱想 比如说你看 我不有个女儿吗 在我前妻那边 那我偶尔的跟孩子试试皮 这没问题 关心一下 这不是很正常吗 应该的 很正常的 但是他不大 他的瞎想 老是因为 我跟我前妻之间 还有某种人的 那根本就不是 你和你女儿试试好了 他前妻老介由 这种影子 老联系他 我就总感觉 他俩是不是 还是有藕断思练 因为当年嘛 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子 他要跟别的女孩结婚 我可能不会太在意 这些东西 他恰巧就跟当年 那个女孩结婚 我就特别在意 你不能活在当下吗 姑娘 你看你 你人生的所有波折 我就是忍不住会去想 我自己控制不了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然后翻来覆去 就是想这些事情 他老是这样的 他还过分到什么程度 有的时候 他拿我的手机 用我的名义 跟我孩子聊天 在我姑娘那边套话 那不是他 他现在跟女儿视频 都不当着我的面了吗 那你有什么事情 不能当着我面去说呢 那我还怎么当你的面 我就是怕你瞎想 我现在已经为了你 我把孩子 就是所有的联系 我基本上有什么事情 我全让我母亲 在老家那边 我让我母亲去处理了 你是当着我的面少联系 但是他背后 并没有少联系呀 就有一次 他和他女儿视频吧 我也在跟前 我就听见他女儿说什么 他前妻病了 感冒了 感冒了以后 我说你为什么 要表现出那种心疼的样子 特别在乎呀 然后嘘寒问暖呀 然后我说 你是不是对你前妻 还有感觉 如果你有感觉的话 你为什么要再回来找我呀 还要跟我结婚呀 然后之后我就感觉 他并不是说真心喜欢我的 而且他在领证之前 就一直说是 喜欢我十年 心里一直装着我 就没有忘记过我 之后我就感觉 他并不是这样的 我翻他手机 让我发现什么了呢 他跟我没领证之前 就有和陌生女人的亲密照片 不是 那你也说了 那时候在咱俩没领证之前 我也跟你解释过很多遍了 那他说他喜欢我十年啊 跟我说他从来 这十年当中没有找过对象呀 也没有再想结婚的意思啊 哎呀呀呀 您才十九岁呢 不是 但是这些都是 您不都结了婚 离了婚 生了孩子 做了妈了吗 你怎么还那么单纯呢 我就是感觉他当初跟我结婚 不是说真心喜欢 真心爱我 那他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呢 他只是想跟我 过过日子而已 那他跟你过日子 难道不好吗 但是不爱我 你跟我恰巧过日 如果有一天再出现一个女人呢 再出现一个他喜欢的 喜欢他的 他是不是又轻易放弃我了呢 那我感觉没发生之前 还不如我们早分开早好 伤害也比较小 那你那会干嘛跟他结呀 就是感动嘛 感觉他对我母亲 对我孩子都特别好 特别特别感动 你是真作呀 你是作出了天际 本来人生可以一马平穿的 你用你自己所有作的方式 把你的人生弄得七零八落 你还打算接着作是吧 但是他不只有亲密照片 他之前还有什么各种聊天软件 各种跟陌生女人的聊天短信呀 还约着出来见面 各种小姐姐小姐姐叫着 你长得好漂亮这些话 那我说你是十年 真在心里装着我吗 那都不是现在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你刚才说的这些 是你们结婚之后 还是在一起之前 聊天记录都是 他快上来的那阵 但是他说他要上来 我也感觉他会和我在一起的时候的事 那不就是你们要 重启谈恋爱到结婚之前的事吗 这你也追究啊 但是他就说他喜欢我十年 他在这十年当中 还是在找无限可能性 我只是他的一个下下选呀 恰巧可能在十年当中没有 那他为什么不是一个上上选呢 就是一个下下选呀 那就是你自己认为 你是个下下选对不对 你要干嘛呀 我怕五年十年以后 他对我不是真在爱 只是过日子 到日子冲淡了以后呢 你在十年前 你想过说你后来 嫁给了其他的人 给其他人生了娃 你们俩又在一起吗 你想过吗 没有 对呀 你人生你是过来的 哪能靠想象啊